我这次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的时候 跟团吃了两次自助午餐 我拍摄了视频来让大家看一看 加拿大的自助午餐是什么样子 第一家叫Mandarin Buffet 是在金士顿市 三家元一味含税了 和人民币160元 就在这家吃自助餐 33块钱一味 Mandarin Mandarin 中国 普通话 Mandarin 然后我们团友都下车了 在这里吃33家元一味的自助餐 叫Mandarin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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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你一拥而上 这儿还有排队 饭店规模不小 看起来还真不错 据说这边有景点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中国鱼哈 好看吗 先找好座位 然后就开始取餐了 接下来就是大快朵 咱看看这家自助餐怎么样 各式的中式餐点 有肉有鱼有菜有虾 基本该有的就有了 这一部分呢是寿司 这有一块大肉 牛肉 三十三加元 和人民币一百六十块钱 这边是甜点 蛋挞 各式甜点 这里有水果 果冻 这边呢都是凉菜 还不错 下面就离开塞棒的 开吃了 又完成了 水族饭堡 上车 看这里边还有棉花糖 这我们这次活动组织者 猪会长亲自分棉花糖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你看猪会长穿得多漂亮 这个是做棉花糖的机器 这棉花糖吃的真是干 三下五除二就吃没了 看这三下吃的 这棉花糖吃的 吃棉花糖 大童年 大童年 我都忘了棉花糖啥味 真忘了 甜的 这家叫曼德仁的自助餐 从菜品和服务上都不错 而且他们提供这种棉花糖 勾起了大货 对童年的这个回忆 吃不了了 这个太甜了 给你吧 太甜了 拼命结识十天 吃这一口碰粉 好美哥 太甜了 今天中午大家来吃 三十八元一味的西式的自助餐 纠正一下 第三天这个中午的自助餐是三十五元一味 函睡 叫龙珠 Dragon Pool 龙珠 Dragon Pool Buffet 在多伦多的郊区 这电的真火呀 我们是旅游团可以插队进来 每个人呢 先找好座位坐下 然后呢 各种软引 应该的安排 OK 等一下 没有没有 他要推着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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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好呢 两个两个在这里 两个两个 一个在哪里 两个两个 一个跟小妹妹坐好 好的 可以吗 我 对对对 好 对不起 大家去拿东西 招财子 这个 没了分 嘿嘿嘿嘿嘿 原谅我在拍摄的时候走得太快 可能是有点看不清 也理解我是想赶紧把视频拍完 然后好大快朵 你还开塞帮的灶 每次吃自助餐的时候都充着充满着矛盾 你说不吃个购买豪瓶吧 对不起这钱 吃得太撑吧 还伤身体 哎 人哪 其实这也是中式的自助餐 好像导楼说的是西式自助餐 他这儿显然的海鲜要多一些 青贝 鱼肉 这有北京烤鸭 现切的 口鸭师傅在操作 看起来 看起来 嗨 寿司 这边呢有鱿鱼 好就这样 这个自助餐呢显然要比上一个33元钱的自助餐要丰富一些 主要体现在海鲜这个部分上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次旅行团所吃的两个中式自助餐 从侧面反映了加拿大自助餐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喜欢麻烦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